三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講的話題 又是德罪人多的,bla! 誡憋的題目 也不知道是否騙到 因為我們有一個主角 但主角不是人人都認識 主角是一位醫生 叫林哲元醫生 首先由Kevin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說一下林哲元醫生 其實我之前不是太有追求他寫的文章 他的身份是什麼呢 林哲元醫生就是香港醫學會的副會長 我近期才看到他幾篇文章 再看看他寫的什麼 才看到原來他對這個輸入科醫生很有看法 但是對他的為人 為什麼我會這麼有質疑呢 我最近看到這篇文章 覺得他說 加熱煙 加熱了沒毒媽 你知道我寫了很多關於加熱煙和電子煙的文章 即是他的編文的意思是 你以為煙加熱 煙加熱了就很毒 是的 我讀了幾段出來給你看 然後我再解釋為什麼我對這個人對誠信這麼有質疑 首先我看到這篇文章 他說 有一個謀誤 就說加熱煙對健康危害比傳統煙少 然後說我是醫生 講科學 講實證 然後他就說OK啦 我可能這樣也是 然後他就說到 我在美國滾了很久 他跟我說美國食品及藥物監管煙草品的科目冠問 其實就是FDA 他就說去年1月做了鐵底調查之後 他就做了結論 他就說吸煙者完全轉用加熱煙 是不會減少他患上吸煙有關疾病的風險 他就說FDA說了這句話 我就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我是很熟悉FDA的 FDA去年做的調查是什麼呢 就不是他做了調查 然後就說加熱煙不會減少風險 實際發生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家煙造公司 跟FDA申請 我有這隻加熱煙 我可不可以賣的時候 下這個標籤 當是介紹這家煙的時候 是可以減少健康風險 就給FDA看證據 FDA的結論是什麼呢 他做了幾個問題 我只是說其中兩個 我覺得是緊要的 跟這個有關的 一個就是 委員會開了會 看了煙草箱給他的資料之後 他就說 你給我的資料 不夠證據 去支持你 做這個表明 就說你的加熱煙 可以降低健康風險 分別變成什麼 只不過是說 你的證據證明不了這件事 就不是說 有證明這件事是對的 這些很常見 那些什麼醫療界 護理界 這就是第一件事 這就是他不說 這就是他扭曲FDA的說話 第二就是 FDA同意了煙草箱的一件事 就是說 煙草箱再給他一些證據 就說 你同不同意加熱煙 所釋放的一些有害物質 是少了 絕大比數 是說認同他這件事 他不說 一定不說 他不說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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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扭曲了一件事 就說他這樣說 那是不是對這個人 那是不誠實 他又說是說科學 又說實證 首先他不說科學 又不老實 所以我對這個人的印象 就打了折扣 我又要幫他講一下 我又要講 在現在這些所謂的學術 尤其是你們經濟學 那些人又何時很有誠實 當你們經濟學家 經濟學經濟學理論 又或者嘗試為了某一些目的 去做一些迎合民粹 或迎合政府的說法 這個醫生 真的很普通 那我就要看個人 學界 你不要說他經濟學界 你整個學界 整個學界又有誰是誠實 那些誠實的人很多 不過通常 出來講話 出來講話 你都要小心 我都不敢說 每個人都不誠實 但你就要小心 那這個林醫生 我想就要小心 那於是乎呢 說回正題 這個只是對於這個醫生 平時說的話 我們應該多相信他 這些醫療界 匯理界 很多都是跟他說 選一些對自己有利的報告 放大來說 不利的東西完全不說 然後呢 最簡單已經很多人肯定了 譬如 加熱煙 就是比傳統香煙 絕對不會更有害 最多只是可能 都會有害 但他不會說這些 他只會說 總之加熱煙就很有害 這件事也是很常見的 總之加熱煙是很有害的 那算了 不要經常講加熱煙 講一個正題是什麼 這個人 看完他的資料之後 你說了 我們上網查查 就是林哲元醫生之前 說過什麼 原來他也有說過海外醫生的事情 這篇文章 就是我們在連燈 1月31日找到的 其實為什麼要提連燈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為什麼不直接找明報的網 連燈有人轉載了這篇文章 叫傳說中的新加坡醫療人手模式 就是你在世界大學醫學院排名中 抽出幾十間 然後就用這些世界認可的名校 或者一些出名的醫學院醫生 就免事應用在海外醫生的引入制度 就不用他考這個專業史 那這個林醫生就說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除了他說這個 我記得他有說過 政府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不可以照跟這個新加坡 但其實他主要說 都是說那個說法 都是流失問題 我們供應醫療問題 是供應醫療問題 是 那你給他們全部來 如果他們去了私家執照 那 就是最重要的 不是供應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人說 現在最大的問題 不是私家醫生 不是供應的問題 現在是供應的問題 不是整體供應的問題 不是整體供應的問題 所以 你如果去叫他們 來這個海外醫生 來供應醫院 他過了冷渴 就馬上去了私家醫院做 那麼 那個供應醫療架構 一樣的環境這麼惡劣 一樣是沒有辦法 去幫助到貧富大眾 因為貧富大眾 沒有錢 但是是私家醫生的 你那些海外醫生 都來香港 都去私家醫院職業 你幫不了這些人 我還說連登有趣的地方 就是給了貧富大眾 但是最精彩的東西 就是讓Kelvin說 我先說 我讀給大家 那個評論 很搞笑 他說 我絕對支持這個建議 最好就是本地出來的醫生 都不給走 全部留在公立醫院 大家都好 自己一篇文章 完美地反駁自己都不知道 我很支持高層 回到前線做事 林醫生 你什麼時候回來公立醫院 你去哪間醫院 原來這個林哲元醫生 本身就是私家醫生 他自己不停在說 現在的海外醫生有什麼用 他過了冷口 就去私家市場執業 好像我來這樣 他自己不就是 直接考完這個 專業師之後 就去了私家市場執業 如果這個邏輯是合理的話 就應該拆掉所有私家醫院 就逼回公立醫生 私家醫生 就回到公立市場 他會不會支持這件事 這個問題就在這裏 你這個都不失為有好提議 因為其實都有些地方提議 例如說 就算是加拿大 就算看私家醫生 但是私家醫生 大家都幾有錢 你都要排隊 其實我這樣說 公共私家醫生 有何嘗 是有時間 我去看過 我前列腺長大 我去看秘療科 等半年 兩皇 私家醫生排期 半年 這些人不是這樣說 我一定要說 因為凱凡之前都寫了一篇文 他說他有個朋友 女兒病了 然後在私家醫院等不到 沒有可能 你窮而已 你說什麼 自己中產 現在我們在說真的有錢的人 有錢就馬上有病房 周英大師你窮而已 你看不起最有錢的病房 所以你就等半年 這樣對 如果你說李嘉誠 是不用等的 但是我想有多少身家 你都要等 問題是窮的定義是怎樣 如果是超貴的 自己養住 他絕對是有的 但問題是 現在普通的 Upper Middle Class 你知不知養和 拿一間房子是多難 Upper Middle Class 就是我們網友說 有幾千萬身家的人 有幾千萬身家的人 我想幾千萬身家的人 那些是在Upper Middle Class 還沒算 五、六千萬到十億八億 你什麼要等房子 什麼要等 朋友問你有沒有辦法 要找到房子 我真的覺得 忠祐大師要 一般聽眾聽 一般聽眾聽 一般中產 我們不會去住 十億八億的人住的 現在告訴我 現在這十億八億的富豪 Upper Middle Class 是怎樣的 就是要等房子 就是要等房子 當然要 當然要 要求 要求 十億八億 你不是給 你捐吧 十億八億 你一天給 你給什麼價 可以 現在 成一億 立即給房子 這樣就沒問題 我十億八億 又沒有理由 成一億給人 最多就是成幾十萬 成幾十萬 成幾十萬 你很難成幾十萬 於是我們 現在的Upper Middle Class 上到來 就是我們大家 由子女入學開始 求學校 求病房 吃飯要訂位 又要求 你有沒有辦法訂到 哪裏吃飯 我們到處都要求 我還是要告訴廣大的聽眾 很多人以為 有錢 不用排隊 現在窮人才要排隊 現在不是原來香港 他不覺得私家醫院 是不用排隊的 現在是 我又不明白 因為現在養鵝 每個人都打了蛇餅 他們見著 他們說這些有錢 就該死 但另一方面說 私家醫院要排隊嗎 有錢就直接上病房 所以香港我覺得 有時候 我是看不起窮人 我是真的 即是你做一個窮人 我小時候 我是看不起的 你做窮人 你窮得有骨氣 你知道那個什麼 我正常的做事 正常的思維 不是一個有錢或者窮 你都是被看得起的 即是有錢的人很賤 我們都看不起的 很多Super Rich的人說 哇 怎麼搞的 做人 就是為富人 我們都看不起 但很多窮人 怎麼有的思維 窮人的思維 就是看不起的 當然 為何我們要說回連登 因為連登是1月31日 轉載了這些新聞 裡面留言的網友 一面倒罵林哲元醫生 你這些叫醫軍 我轉載了 我跟我說 醫促 你們說就說 是幫助我們香港醫療系統 實際上 你們是自私自利 在私家醫院那裡賺大錢 還要反對那些海外醫生 只不過是區區幾個月 現在就由我們Kalvin 變成一個戰敗 我不知道檢查是否有一百人 但罵就是剛剛相反 1月31日的人還說 你有沒有理由不給那些海外醫生 現在不是 現在個個都說 給什麼海外醫生來 你現在不是放那些 我轉載 放那些黃蟲醫生進來 你現在 今天你就放海外醫生 明天你就會放大陸醫生 你現在不是想害死我們 所以他們BR 他們做Campaign做得好 即將那些三個月 將那些東西可以 原本是醫霸 轉了一個 我們是壞人 我們是一個更壞的 那樣東西 他最離譜的是說 我覺得就是 你知不知道醫療 是沒有彈性 人家知不知道是經濟學的彈性 他說 無論你加多少人 因為沒有彈性 所以都是沒有用的 他說 徐家健教授 你懂不懂經濟學 我現在告訴你 需求彈性是零的時候 無論增加多少供應 都是一樣比這麼貴的 我說 你的IQ零彈 就沒有彈性 真的 不如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說 需求彈性就不用付錢 怎樣增加供應 都是不會減價 一來不是絕對沒有彈性 是 我這裏講的只不過是 彈性這件事 是講大小的時候 有幫助的 大部分的時候 這個很離譜 我解釋一下人家 如果純粹講的方向 會多了少了的話 就不用你彈性 不是這個彈性 我解釋一下人家 最沒有彈性的需求 就是食物 增加了食物供應 食物價格會不會跌 他需求彈性的意思 是你減少價 你無論多減少 多加價 你都要買 而不是增加供應 那樣東西 不會價錢 跌 這是基本的 對 因為我是有這麼多需求量 食物最簡單 那現在食物好多 食物就丟到爛了 那些菜沒有人買 食物就最明顯 那些人是傻的 但是現在傻的人 都是在討論區說話 那你沒辦法 所以你成為這個戰敗 你沒辦法 因為你有一幫熟的人 我真的要講解兩件事 第一就是 1月31號 5月1號 只不過是三個月的時候 為什麼連登的網友 可以立場180度轉變 你們吃了什麼 只要出現蝗蟲的字 就行了 你無論什麼 是蝗蟲 第二就是 你很悲哀 就是一個芝加哥大學 經濟體畢業的博士 你懂不經濟學 你收皮 就是這樣 可以說 香港的反治程度 真的可以 人多就得 人多就得 好 我們又騙外 看看有多少人討 下次再說